是 用蚊子咬你了 嗯 等一下啊 就给你拿花露水 哎 挠了 那有一瓶子 那个 不能用了 哪儿养啊 嗯 这儿吧 嗯 真香 你也喜欢这个味啊 嗯 嗯 那瓶为什么不能用啊 那瓶 应该算作 纪念了 来 嗯 这儿 嗯 什么叫纪念呀 纪念就是 已经过去了的事情 但是你不想忘记 嗯 你不想忘记花露水的味儿 嗯 对 我不想忘记花露水的味儿 也忘不了 嗯 嗯 孟丁阿姨好呀 没事 没事 可能停电了 我看一下啊 嗯 是不是电路老化了呀 都坏了好久回了 一上去也别说话 有灰 哎 好了 你们俩傻了呀 开灯啊 嗯 亮了 吹吧 哎 哎呀 别闹 又是弄头皮上擦不掉了 别动啊 我刚洗过头 嗯 看来是真的白洗了 这好玩吗 嗯 好玩 你们都玩什么呀 可多啦 嗯 有吃糖 下跳棋 舒小便 嗯 嗯 还有 讲小说 讲什么小说呀 嗯 过来 昨天讲的是这一本 这本啊 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讲的是什么呀 嗯 嗯 一个小婴儿躺在摇篮里 被大海冲走了 然后飘啊飘 嗯 被海浪冲到了岸上 再然后呢 小婴儿躺在摇篮里 嗯 小婴儿躺在摇篮里 嗯 哎呀 刚洗的头发 白洗啦 她这么想你就给她讲小说 能听得懂 小孩子很聪明啊 听得懂 再说了 阅读习惯是要从小培养的 要不然长大了像你一样 大老粗 谁是大老粗 小燕 我是大老粗吗 啊 你说我是大老粗吗 没我的话 你们这两个人 小傻瓜 能重见光明吗 行啊你 你得把她晃晕啊 好了 去吧 好了 别动啊 是吧 闭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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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别学我 不是 好好好 玻璃 哎 国际长途 噓 啊 你长大了以前当医生啊 嗯 脸色不错啊 妈咪 阿姨 嗯 莫大夫 这些天麻烦你了 不麻烦 小燕陪着我 我可高兴了 我刚才看了你的各项检查 情况还不错 炎症也算是控制住了 所以 你可以出药了 但是你要坚持服药 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能感冒 小燕 嗯 你来监督爸爸好不好 嗯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啊 好多了 我现在 胸口也不疼了 半夜咳得也少了 昨天晚上 我还睡了个整觉 你目前的状况算是稳定 但是你也不能盲目乐观 你这个病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就是因为 你长期的反复感染 没得到及时的治疗 所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要定期回来做复查 我 我尽量吧 这可不是尽量 你必须得做的 虽然你还年轻 但是 心肺功能的损失是不可逆的 你能理解我说的话吗 嗯 如果你想好好地陪着小燕长大 咱得彻底把这个病治好吧 反正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让你们沐连长收拾你 对吧 小燕 对 行 我明白了沐连房 你答应我了啊 好不好休息 你别出院 谢谢你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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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围绕着我 你说这车 会把咱们俩撂在地老天荒的地方 我每天都在祈祷 祈祷什么 这破车快点跑猫 这哪叫祈祷啊 这分明是诅咒 当然是祈祷啦 我还觉得天不够老地不够慌呢 到时候我们就在那儿开荒种地 生孩子 也不管它指标不指标的 爱生几个就生几个 你说认真的 那你慌 你想生几个呀 那我可真让这车抛锚了 快点啊 你是说你会娶我吗 那得等我做成几笔生意 又来了 什么又来了 你们不都觉得我这样的女人 就应该配那些有权有势 或者有钱的男人吗 所谓骏马配酋长 不过你们真的想错了 走啊 走啊 跑忙 胡说 真的 真的 真的跑忙啊 都是被你诅咒的 现在你要对去你的诺言 跟我开荒种地 生儿绿女 小心 水凉 凉不凉 要不然 大家试试就知道了 好 你小心点儿 那水渗 父亲 父亲 你干嘛要这样 你吓死我了 我一脸口水 我要真死啊 你会不会悲痛欲绝 然后孤独就忙 对对对 油门别踩太急 对 油门踩浅一点 万一不行踩上 你要小心刹车 我知道 我知道 不是他们两个长得太像了 看前面 看前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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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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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开呢 这是 下车 下车 你不认识下车 坐下车 你这什么 现在哪里开 对不起对不起这的话 都是我的错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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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您戳得完了 压到这么多的向 work 赶 我钱 就这些啊 这钱怎么还湿的呢 就这么点啊 就这点啊 不行 肯定不行 上一回 也是开这个轿车的 创死了我们三头羊 就跑了 那车可不是我的车 那也是这黑眼色轿车吗 就是啊 这老夏 您可得讲点理呀 讲什么道理啊 赔钱不赔钱不赔钱 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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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工作单位 和我的名字 还有电话号码 你们算一下 到点赔多少钱 给你们送过来也行 你去找我拿也行 但你别动手 你别仗着他是个男的 不能打你 我能 你还挺厉害呀 我看见了就是你开的车 长得一脸妖的样 怎么着 打我呀 你打我呀 打我 这是什么 有什么事 扯我来 跟他没关系 沐连长 不是 扯我来 对不住 对不住 大伙儿了 这是我大 大表哥 他是过来看我的 大表哥 怎么了 大表哥啊 咱们昨天铺了新道 建了新房 把他给站迷糊了 一定是啊 伍玥 你家亲戚啊 是 是 是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 要坏的向日葵 回头找我们家程良 全给大伙儿赔了 回头找他 行不行 给个面子啊 给个面子 谢谢啊 走吧 大表哥 小嫂 好 太表妹 你一会儿啊 赶紧把这三九感冒铃给喝了 别感冒了 这是你俩怎么回事啊 这不刮喝不下雨 都能试成这样 我俩 不小心掉水里了 不小心 你俩一起掉的 我先掉的 他后掉的 不 咋什么啊 赶紧给我找两件干衣服 湿糊糊得难受死 我干 快点啊 给你找这两件 凑会儿穿嘛 行 来 谢谢 你这核桃树什么时候瘦啊 沐连长 你还认得核桃树呢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我能不认得这个 我可真不记得了 你这太阳啊 都比城里的凉快 这太阳还有凉快的呢 真的 这儿的太阳光新鲜 不含那么多的灰尘杂质 就不那么热 不过老周也说我们这儿的太阳和空气啊 都特别新鲜 他原本打算在这儿住一个月 现在都快住了两个月了 还不想走呢 说在这儿写书啊特出活 对了 他还给我们村写了篇文章呢 等回头登了报啊 说不定他那些作家朋友 都会来我们这儿住 你的意思是 只有写书的能来住 我就不能来住 你 伯月 对我真好 还帮我把衣服洗了 傻笑什么傻笑 我穿补鱼衣服不好看 嗯 那你刚才说的是你 还是你们呢 再来 那就是我们了 你俩朋友 我说什么傻笑话呢 那是要明年还是后年 后年 那 那 在哪儿等得及啊 你也是 带国宾的人 怎么也开始学的 有嘴滑舌的了 结果干嘛 挺好的 快点啊 大爷 我想问一下 你自己他的 好吗 好吗 在哪儿 我什么人 来 你说 这么好的地方 怎么多出这么几栋房子来了 你好 这儿山好水好 风景好 就是多了这么几栋房子 尴尬呀 您是来疗养的吧 我 我像老干部吗 我这么老啊 对不起 今天是礼拜天 那些老干部也不让你休息 今天是礼拜天 你不知道啊 没人跟你说呀 全国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过礼拜天 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是来找厕所的 你们这儿厕所在哪儿 那儿 进去就是 是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不告诉我吗 王秀英 谢谢啊 等你们回头走的时候啊 带点我们山里这野蘑菇走 炖肉啊 可好吃了 我可听说啊 越漂亮的野蘑菇越有毒啊 有没有毒 吃了才知道 好 顾玉 你别说你这院子 就弄得越来越好了 你看这家房子啊 是我跟程良 我们两家人凑钱盖的 老周说应该给他扩建一下 建成一个真正的那种农家院 他说我们这儿旅游资源好 现在路也修好了 城里人啊 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这儿 到时候啊 都上我们这儿来来旅游了 那个周大作家还挺会说的 这人呢 怎么也见着他 他去山上玩了 说去商后转着 那这么说 我跟茉莉也算是你们这儿的 第一批游客了 曾老板以后生意一定会心龙的 但是你以后客满了 不会把我们去这门外吧 还我们上了 听见没有 听没听见怎么了 就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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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鸡蛋跟西红柿 怎么了 你这 这西红柿放得太多了 不会啊 我尝尝 她过来 这家庭不好 我们家上帮子时了 上帮子时 •老板 走啊 慕玉 慕玉 忙着呢 咱们家 上报纸了 我看看 我看看 真的 慕玉院长 慕玉姐 怎么了 你俩快看看 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作家老周写的 他这人还真是挺讲信誉的 说的话都得谢了 文章写得还真是不错 这照片拍的也不错 对啊 好事不约 这文章一出来 到你这儿旅游的人 肯定会越来越多 等着收房钱吧 这要是我的生意做成了 我一定给你们投资 连长 你那生意什么时候能做成 干吗 我又不是跟连长借钱 你 程良 这就是你不懂了 慕总做的是大生意 对吧 对 大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做成的 对 多大的生意叫大生意啊 来来来来来 先开饭吧 大伙先吃饭 程良 拿馒头去 木连长 咱上座吧 来 上我这课 吃饭了 木连长开饭了 开饭了 来 上课 莫莉姐 开饭了 来 程良 那馒头找着没啊 你把馒头放哪儿了 我去看看 程良 好 这谁做的鸡蛋炒消失 太好吃了 来一碗 不吃 吃点吧 干吗凶我 我错了 不许凶我 吃点苦绝 估计去火的 你才需要去火系呢 咱们俩都需要啊 你多一点 多吃点 真是挺好的 这么高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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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 你给我解决了个大问题啊 舒服多了 你是出镜的 不对 你是城里人 我这耳朵 一个人出来我就知道 你是南城人还是北城人 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天津人 上大学在这儿上的 毕业以后就留下来了 我家住门前小街 那 离小口胡同很近 没错 我女儿在小口胡同还摔了一跤 差点摔成火嘴子 不是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吃上了 这附近有没有餐馆 我们家里就有 走吧 我请你 没别的意思 我也没吃午饭 我现在饿得心慌 等 虽然我快要饿晕了 但是 看见她我也吃不下去 你测过空腹血糖吗 没有啊 你还是测一下吧 哦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看我想干什么呢 反正 不是做一般工作的一般人 什么是一般工作呀 早上上班 晚上下班 星期天休息 你礼拜日也不休息 你也不是一般人 我请你喝一杯酒怎么样 我不喝酒 喝酒没伴 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你别让我做今天最孤独的人 好不好 就当 为了我下一部小说 有了一个独特的人物 庆祝一下 我决定了 我要把你 当成我下一部小说的原型 有没有啤酒 小心别撞头 小心别撞头 上去待会儿吗 太晚了 太晚了 明天晚上再上班呢 就是小火 好 明天见 十分钟 明天见 你先走 我命令你 你先走 小心点 别再撞树上了啊 别再撞树上了啊 你先走 别再撞树上了啊 我走 你不过 我看你了 你不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啦 东海 你回来啦 是惊喜还是惊吓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六顶多 你回自己家了吗 叔叔阿姨怎么样啊 你刚才干吗去了 我去郊区看了个战友 你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做个煎蛋吐司 不用 我不饿 那我看看 我还是喜欢你唱作我的样子 以后不许间断了 听话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 你喜欢吗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了 我们分手了 我跟你说 这可是意大利设计师的定制款 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呢 挺好 尺寸合适 还有好多东西呢 等着 你知道吗 我这次给你带了一大堆好东西 咱们一件一件事啊 好 这件是披肩 我们能聊一下吗 来 撞过来 我看看 看一眼 端庄 披肩 我看看长短啊 长了点吧 这件不好 我换一下 我这件白颜色的 来 转过来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 你能听我说一句话吗 没有啊 我正想听你说呢 来 那你说说 你刚才干吗去了 你刚才进门问过我了 我说过了 我去郊区看战友了 就是看一个战友啊 刚才你们在楼下 依依不舍的样子 我看见了 我这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哪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呢 你三四年没见我了 就是说呀 三四年还那样 我真是佩服你啊 一直能保持原样 你什么意思啊 一如既往呗 撑嘴就是瞎话 我说实话你信吗 其实你刚才用不着骗我 去看什么老战友 出去玩就是出去玩嘛 玩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 我就是光明磊落的 去郊区看战友了 我不是要跟你追究什么 你追究不追究 我都是去郊区看战友了 莫莉 我接了你一通电话 我就同意跟你分手了 现在我连一句实话我都不配听 你同意跟我分手了 这个戒指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你才知足啊 你才知足 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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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 起開 好 很好 奇怪 快点趋 office 你哭了 别哭了 嗯 唉 谁啊 找谁啊 任保国在吗 他不在 找他有什么事 你就是沐建峰啊 找你啊 我呢把任保国的这本田车买了 这是他的收据 他跟我说这车是借给你开的 只要他人不在 我可以从你这儿拿钥匙 还有 他刚开这公司的时候 问我借了二十万 这车呀 就是抵押这钱的 这是抵押合同 你看看吧 是他亲笔签名吧 哎呀 你说这小子 他是跑门影嘛 啊 不过还好 车还在 怎么样兄弟啊 车钥匙给我吧 这公司是我跟他公众贷款开的 这公司账户上的钱呢 我已经全部都给他去提货了 这车 是他留下来的唯一公司资产 我不能让你把他开走 哎呀 没问题啊 那我让警察来开 行 你叫吧 好 我 哎呀 小子不是要叫警察吗 哎 我怎么知道你跟他心愿的 是不是玩拆白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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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动手 回头我让警察收着你 滚 你给我等着 你等着啊 个BLIP 一瓶 啊 走 不走 我 一瓶 让你找谁呀 任保国老婆的电话号码你给我 我又不是任保国 别耍性的 公司这事儿真的很难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员工了 管不上你的事 任保国不要去哪儿啊 货员没了消息 交了定金的客户又催得急 任保国的老婆经常来电话 我想你也没准 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 或者PPG号码什么之类的 我在工作呢 我就耽误你小会儿 帮我一个忙 你们游香满水的时候 怎么不找我帮忙啊 你们吃现在喝辣的时候 怎么不找我帮忙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工作呢 没工夫管你的事 找茉莉管你的事去 小赵 现在不是闹孩子脾气的时候 真的要出大事了 出事了你来找我 好事的时候怎么没我份啊 我就让你帮我找一个电话号码 你说行就行不行 别那么多话 不行 我再说一遍 我现在工作呢 这工作是我自己找的 好歹能养活我自己 别再把这碗饭给我搞砸了 你怎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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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保官子 根本就是个骗子嘛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 这批货很紧巧 让我接货的时候千万不敢张扬 否则很可能这批货就被别人撬走了 我到了那儿我才知道 跟我一样去那儿接货的 任保国介绍的 有他娘的好几个人哪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件事了吗 要不是我们哥几个 阴差阳错地坐一块喝酒聊天 把这事聊透了 要不然我们几个还在那儿 你妈我我你还想发气呢 你没事吧 我现在明白点什么了 还有还有 我托我哥们查了 他在一个月前 就订了三张去香港的机票 三张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 该联系香港警方了 他不会在香港留下的 香港只是他的终转站 他现在可能在去 别的国家的飞机上 他现在怎么办 我想想 你让我想想吧 你让我想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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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拿来把那个黑社别人给我拦住